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美男时事通 我是主持人Vivian 新冠肺炎的疫情 在全球持续延烧 依旧不见减缓的趋势 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全球的染疫人口 已经突破了一亿大关 也因此新冠疫情的唯一解药 疫苗 目前的执行状况 就备受关注了 而美国从12月14号 在各州开始陆续施打疫苗 目前的执行成效是如何 而第一线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专家到现场 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而除了新冠疫苗 这几天另外一个 备受关注的话题 就是GameStar这个股价逆袭事件 这个堪称小虾米来对抗 华尔街巨二的史诗级亚空事件 引起了全球高度的关注 而今天现场我们也邀请到专家 一同来针对这个话题来进行讨论 接下来我们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今天邀请到 全美政治理秀基金会会长 李树信博士 会长您好 大家好 谢谢 欢迎Vivian 谢谢 谢谢会长 再来是美服药局的主任药师 吕月勋药师 药师您好 大家好 晚安 对 这是汤姆斯从美服药局 谢谢 谢谢 再来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美男新闻主编盖军先生 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的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 那首先呢 我们先将时间交给这个李教授 想请教李教授 这个所谓这个史诗级的 这个GameStar股价利息事件 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呢 请教这个李教授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况 而且非常具有戏剧化和创造力 它基本上是把这个媒体 就是社交媒体 像我们用Facebook或Twitter的人员 或会员 把他们聚在一起来 一起来炒股 可是这个平台是叫Reddit 它是在差不多200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 可是像普通的社交媒体 没什么了不起的 人也不很多 就几百个人 不 几上万人而已 上百万人 就是一百万人 两百万人 后来到了2012年的时候 有一个31岁的年轻小伙子 他就开始了一个叫做聊天室 就是Chatting Club 那么他就在里面开始 就是跟大家一起谈股票 做生意的事情 那后来最近 当然大家都知道 忽然爆发起来了 这个Club 后来他们也是叫做 有个Movement 就是华尔街 Wall Street Bet 那个Movement 那这个Movement的话 就从本来是300万的会员 变成现在 昨天 不 礼拜五的时候 是6.5个Million的会员 对不起 我来美国太久 这些数字都搞不清楚 有的时候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么 所以在这个一个月以来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在这边操作呢 他们就是说 基本上 就是很多人反对着贫富不均的 其实两党都有 多半是年轻人 那么现在因为在家里面工作上班 而且这些人不是无知的人 都是很有点水准的 他们会用脑筋的人 有的人叫他们叫nerd 就是书呆子 可是他们在家里面 大概有多一点的时间了 而且自由的时间了 所以就趁着那边炒股 那这个买空卖空的概念是什么呢 我希望我可以讲得清楚 如果讲不清楚 你们自己再去Google 基本上就是involved的有三个party 在这个现在的情况上面 第一个party就是说 很有钱很有钱的hedge fund 他们这些firm manager management company 这一次发生的是叫做melvin 他的这个management company 然后他有两个所谓 平常叫做clearing house的一个 就是专门借钱 好像是银行一样 可是不是完全像银行 可是专门是给人家借钱 买这种卖空卖空的 OK 那么所以他下面有两个 所以这三个团体 这是受损最大 受影响最大 然后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Robinhood 因为你要买卖的话 你总是要有一个 这个什么股票 股票这个交易所 或交易公司 我自己是用Fidelity 这是很老很老的一个公司 那么像Robinhood 是为年轻人而做的 开始他们吸引年轻人 是说没有费用 其实现在所有的交易公司 都没有费用 包括Fidelity 你买一块钱的股票的话 也是没有费用 从前是5块5 现在就是没有费用 完全是稳费 所以Robinhood前些十几年 就引起很多年轻人的兴趣 所以他们就这次就用他的平台 除了用他的平台以后 还有这个用Interactive的另外一个平台 叫Interactive 所以这次有两个这种格式的证券 就是股票交易的公司 然后有一个大的Hedge Fund 就是买空卖空的Billionaire 这个公司 这个Billionaire的公司 今年1月已经损失到53%的资金 已经几个Billionaire 两个多Billionaire的钱 马上就在一个礼拜就掉了 OK 这个买空卖空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我想要买空卖空 那么我只要交给Robinhood 100块钱 可是他就可以给我另外200块钱 是借钱 那么所以我就可以有300块钱的资金 可以来买 但我绝对不推荐这种方法 我个人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可是我知道Fidelity也给这种 这种Account叫做 叫做什么 我一下想不下了 就是Margin Account 就是说临时的这种Account 就是你可以借的 你户头没有钱 可是你可以借钱来买股票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Robinhood里面的这些投资人 他们就说OK 我们比如说我刚刚讲 我只花100块钱 可是我300块钱的钱可以来玩 那我300块钱这个钱的话 我这是决定要GME 因为GME现在是很低 而且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为什么他们选GME 那么GME它现在比如说 当时的时候就5块钱 那么5块钱的时候 我现在有300块 我可以买多少块 多少股 60股 OK 可是我基本上 我买60股 等于我借了60股出来 所以我就把这60股 卖出去 卖了300块钱 变成到我的户头里面来 所以我用这个户头去等 希望这个GME会下降 这是这个大老板他们想象的方法 他们就说我就等到它下降 因为这个股票很不好 所以只有往下走的趋势 不太看好 所以我绝对不会去买 OK 因为不太看好 就是往下 可是他就说用这个钱 然后买它下来的时候 所以他如果是2块钱掉下来的话 他就只用2块钱 而不是5块钱 那买了 他就用300块钱的资金 用买了300块钱的资金 我买了65只花了120块钱 那我就赚了180块钱了 听懂了没有 我希望我这个算术 很快的算都对 OK 基本上就是你买空卖空 可是有这个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万一GME往上涨的话 那我借的 刚刚借的那个30股的话 我就要还给 还给那个trading company 那可是它如果变成40块钱了 那我买 我就要用40块钱来买 这30股了 那不是就糟了 所以有这种风险 可是这种大的这种 像我刚刚讲 Melvin他们这种投资公司 Hedge Fund的话 他们都是算准的 基本上是算准的 可是没想到这次 这些三股 就是这些年轻人来造反了 把他们弄得天翻地覆了 所以他们一下子就损到 损失那么多 而且我刚刚讲了 你是买空卖空 所以参加Robinhood 投资的那些年轻人 就这一群人600万人 他们要trading的时候 他们随着没有钱 那Robinhood就要借他们钱 所以Robinhood就要向Clearinghouse 去借钱 来让他们来花 就是买 结果他们买得太快 Robinhood没钱了 一个晚上就要借1 billion dollars 然后10倍的价钱来做抵押 才能借1 billion 所以Robinhood很倒霉 所以他就马上就样 他说每个人不能超过一股 只能买一股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handle了 当然对我们不受影响 我是经过Fidelity 我是用真正的钱买 所以这两天我赚点小钱 就是我试试看 就是赚了几百块钱 1000块钱大卡价 就是试试看这个怎么玩 所以我刚刚又把几个今天涨 买进来的便宜的 然后卖出去了 就赚了一点钱 可是我不是买空卖空 跟他们的观念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像我这种人 在这种时候投资的话 有一些好的机会 你可以抓住 就是说变成day trade 就是一天来进进出出 然后赚这些小钱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只能用你不需要的钱 不是吃饭钱 OK 不需要的钱 零花钱额外的钱 从前你要买鞋子 买衣服的钱 不需要的零花 和手提包的钱 来做这个事情 OK 不要投资你重要的钱 而且这时候 也是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很多人 为了要贪了这个机会 就没有钱了 所以他们赶快就把 Apple的好的 什么Microsoft 什么Facebook 这好的Netflix的股票 就卖掉 卖掉把那个钱来买这个GME 你懂我的这个意思吗 所以那么这些 好的股票的价格就大降 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就大降 礼拜四就开始大降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一些 我的Bell Kids 我的干儿子干女儿 我说好 你们看到了 现在你们想进去的话 这是个好机会的时候 可以进去一下 那么那时候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这三天 所以对这个情况的话 对一些投资的人 就是我们做散股投资的人 也有些好处 不是买空卖空的 当然买空卖空是很有危险 不过我个人讲 我也很高兴 看到年轻人参与股票投资 因为我一直鼓励股票 投资股票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只是专门读书 一直埋头苦干 从来不看我的投资的 41K的账单或报表 所以现在我 后来我发觉被人家骗了 所以我自己开始注意了 因此我退休以后 十多年来就是搞股票 那么我也鼓励 我们的干儿子干女儿们 统统做这种一些投资 不是大投资 不是卖空卖空 至少要小心 他们投资的 这个performance 那个成绩究竟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正面的影响 当然对负面的影响 有点摇动 下一下这些大的hedge fund的人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message 你们不要赚钱赚的太厉害 这是我稍微解释 如果有时间我再多解释 讲清楚没有 我希望讲清楚了 谢谢教授 其实不瞒教授说 我上礼拜也是因为这个GME这个事件 开始来关心了这个美国股市 对 正如您所说 礼拜五的确是整个美国股市 受到蛮大的一个震荡 许多的这个股价都是下跌 那我也看到我其实蛮多朋友 他们在台湾他们也参与了这个史诗级的事件 对 即便在台湾 那他们也是想办法开了这个美国这边的这个 股票的户头 对 那就说 一人一张 对 我就觉得 哇 非常有趣 真的是整个全球都开始参与这个事件 非常的轰动 那我也想 对 而且很有影响的 因为现在有个 有一个机构叫做Satron 它的research 它专门提供这些买空卖空的这种股票的候选人 等于是说 像我现在有十个 我发觉 你知道吗 我可以买空卖空 你知道吗 这种 就是说 candidate 就是选择性 可是我当然自己还要想一想 然后 然后这个公司这个research这个公司 它做了20年 专门要人家订阅他们的杂志 这些online 现在它关门了 不是关门了 它不做这个了 我觉得很好 它不做这个 大家没有消息 就不会买空卖空了 这些hedge fund的人 就不能靠它来做research了 所以e-hate sense也许是好的 那么我自己个人认为的话 至少唤起了年轻人的兴趣 他们就心想 哎呀 还可以赚一点钱 不过千万不要用你吃饭钱 房租钱来投资 OK 是是 李教授这是非常好的叮咛 那我想请教这个跟您主编 以您这个资深媒体人的这个角度来看 您觉得这个事件会怎么样落幕呢 因为我看今天G&E的股价 它已经下跌了 大概有30%这么多 对您觉得这个事件会怎么落幕 好的 因为这个事件呢 也是成为我们近期的一个 非常关注的一个这个金融事件 那我们也知道 刚才李教授这个非常详实的 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 过去我们看电影 这个The Wolf of Wall Street 华尔街之狼啊 还有大空头啊 我们都可以看到 华尔街是非常贪婪的 而且华尔街是非常凶狠的 在华尔街这个可以说是 有人是一夜暴富 也有人是一夜这个成为 这个这个这个无家可归 这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 为什么这一次连Elon Musk 他都加入到这个阵容 来支持这些散户 支持这些平民 支持这些小投资者 来抵抗华尔街呢 就是因为他当年 他的股票 Tesla就被这个空头啊 这个这个是严重的这个冲击 所以说他深恶痛绝 那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回归到这个回溯到这个2008年 我们可以看到占领华尔街 当年呢 也正是这个金融风暴之后呢 很多人很多家庭连房子 Foreclosure啊 或者说是这个bankruptcy啊 他们对华尔街是贪婪 甚至对华尔街的这种无情吧 他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 这种凄凉 所以说呢 这次散户聚集在一起 刚才这个李教授也介绍 有领头羊 也有散户根 所以说呢 正是一次出气的好机会 但我个人认为呢 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这个emotional 这个感性 这个大于理性 做这种投资 因为我们也知道 GameStop这个股票呢 它是一个带有怀旧记忆的 一个股票啊 因为过去 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玩游戏啊 大家都知道啊 如果喜欢游戏的人 都去借一个游戏啊 借一个 就像我们过去看那个 录像带一样的 是吧 那个DVD一样的 去到那个店里边去租啊 还可以给店员里边 他帮你介绍啊 他有这样的一个情怀在里边 所以说呢 他们很多人就说 随着这个空头 不断的去打压这个股票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丝感情 就是说 希望能够帮他做点什么 因为他们 他伴随着他的成长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啊 这里边就是 是相当相当的 就是很残酷的 也是说很残酷的 这个空头 做了很大的一个赌注 那通过这个蚂蚁们搬家 甚至是蚂蚁的总动员 最终战胜了大象 这样一个事件 但是我整个还是觉得 他这个在股市上 还是要求非常自律 非常理性 非常科学的进行投资 而不是说 这一次呢 是做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特例而已 一个现象而已 不能够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 来教导大家 如何来投资 来做空头 来做多头投资 那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呢 从这个媒体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说呢 媒体平台就是一个双人舰 今天我们看到的 大家也正式看到 在Wall Street的这个 Wall Street的这个BASS 是吧 这个评论平台上 大家各出几件在上面 讲话 发表自己的看法 有观察家说 他们的这些小蚂蚁 小散户发表的这种评论 比专业的精英 比那个藤校毕业的那些人 做的这个研究报告 还要厉害 所以说这也是 他们这次成功的 这个一个条件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媒体平台 可以聚集成千上万的 这种小散户 大家可以达到一个 共同的目标 这是非常厉害的 能够达到一个共振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一个共振的话 可以撤回一座桥梁 那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 如果那今天 我们都在批评华尔街说 只允许你做空 而且你是可以 这个利用自己的大资金 来做空 那刚才李教授说 他是真金白银在投资 那但是呢 很多 海伎放他们是 是借的钱 这就完全是空手道 对 那所以说呢 为什么今天的散户 不能够揭露他们 而且散户不能够去这样做呢 但是呢 这个从媒体 当然这是现象啊 但是引发的一些问题 未来呢 会引起这个管理机构的一些重视 为什么呢 如果散户今后都采取这种方法 那是不是也会造成另外的一种投机呢 是吧 如果大家说我们今天做空这个 几千上万的人一起来做空 也是可以推倒一座大象 所以说这个都是将来 未来引起这个管理层注意的一些地方 我相信这件事情呢 已经引起了管理层的重视 它会比较平稳的去落地 但是呢 会出台一系列的措施 来对今后加以监管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在这个 在这种投资方面呢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就是说理性的 谨慎的 自律的进行投资 那当然了 目前呢 也只是一个现象而已 谢谢 对 非常有意义 刚刚讲说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怀念过去的这个游戏的东西 所以他们选了这一个股票 另外一个就是AMC 就是看电影的 电影公司的 这个原因 可是还有其他的这种股票 就是说上上下下 也可以就是说 一进一出赚钱 叫做day trade 可是这种股票的话 就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 没有那么大的团体来参与 因为像人家就问我 他说Sears 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Sears中文 我不知道怎么翻号 那个百货公司 GCPenney 他说 他说Sears 他这种已经降了 后面有机会 我说那是Senior Citizen的 如果Senior Citizen要想救Sears 那这个可能性就大 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谁是Sears 对不对 就没戏唱了 所以年轻人他们就知道是 这个GameStop 这个AMC这些 对不对 甚至于有人家说 这个游轮的 就是Crueship 这不是也是可以现在投资 Crueship也是基本上为老人 老年人最多 对不对 他们可以不care 不过American Airline的话 还可以有一点 因为大家都是Trival 不过今天表现并不是想象那么好 就是赚钱 American Airline今天并不可能赚很多 就是说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所以您讲的是对的 就是说跟这个情绪 这些人那么多人 上百万的人去投资 主要是跟他们attach 他们对那个思念怀念 那个video game的活动 我想补通一句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GameStop 它未来的 因为大家都看不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它未来的业绩不会太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都受线上的冲击 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 实体店的这种生意 所以说现在是它的业绩 未来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也是 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看一只股料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以这个背景像 像Facebook或者像他们的这个业绩 对 就是要小心 就要考虑各方面 我想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刚好这一个GameStop 刚好它的目标的顾客 就是一群Nerd 长期在群上的这个阿宅们 这些工程师呢 那刚好大家都是有透过这个媒体 这个平台 社群媒体的这个媒介 然后形成了这一股 让大家都非常惊讶的力量 好的 我们谢谢这个李教授 还有盖军主编给我们非常精辟的分析 那我们接下来将这个焦点 转回到新冠疫苗 从去年12月14号 美国各州开始陆续施打新冠疫苗以来 至今一个多月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各州的政府 他们非常的努力要去执行这个新冠疫苗 接种的这个目标 而拜登总统呢 更是在上周呢 他加码表示说 我每一天希望美国都可以达到150万剂 这个接种的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个 美服药局的旅药师呢 我们要请教您 目前德州已经接种了将近230万剂的这个疫苗 那其中更是有超过44万的人 已经完成两剂的接种 那美服药局是已经通过德州政府的认证 为我们德州民众可以来施打新冠疫苗 想请教您哦 美服药局目前接种的情况如何呢 可不可以就您第一线的这个作战经验 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那谢谢Vivian 那目前的话我们美服药局就像您说的是 通过了德州政府的许可说可以来施打 但是因为目前的话CDC以及Texas Health Department 这个他们对于他们目前的Vaccine 的application的方针呢 还没有针对到我们的Independent Pharmacy来 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疫苗 我们也还在等政府的发放 那像我们的话 我们是跟政府申请了两三千支 但是目前我们大概等了一个月 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对是的 那目前的话上上礼拜五的话 德州政府健康局Texas Health Department 他们是说他目前的目标呢 就像可能是因为拜登之后 Brand Biden他说他要接种多一点 所以他们的这个Combinative Vaccine的application 目前都是集中在Big Hub 比如说像这个City of Houston City of Sugarland City of Stafford这种大型的活动 所以你看到每个周末 他们都举办很多活动 或者是那种大型的医院 他们都有非常多人在做接种的动作 那反而是我们这种小药局的话 他目前是预计可能要到两三个礼拜以后 他们才有可能会把这疫苗 释放到这种小药局 我们社区药局来助为大家做服务 但是我们也是一直在跟这个德州的 这个健康局在保持联系 就是说看我们可不可以尽快的 跟民众服务可不可以尽量争取到 因为我们现在有三千多人的这个waiting list 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有很多老人家 那可以的话尽速的发放疫苗给我们 这样我们可以为这个我们德州的民众来做服务 目前我们要觉得状况是这个样子的 是的 那我接着请教旅药师 就是现在德州应该是说 对德州他可以开放接种的这个群众 他有规范出就是属于1A跟1B的族群 可不可以请您为我们观众朋友来说明一下 什么是1A1B族群 他们分别的这个身份条件是怎么样子呢 好那谢谢Vivian的这个提问 那目前针对于德州 这个是只针对德州 那CDC有CDC自己的guidline 但是目前针对德州 我们Texas有自己的guidline 针对1A的话 目前是针对于在 第一线的医疗工作人员 比如说像是 钥匙医生护士这种 他们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那种那个 救护人emergency room的doctor 或者是一些 救护车上的paramedic 他们这些救护人与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他们可以接受施打 这是属于1A的族群 那1B的族群的话 在德州目前的规范是说 你只要年满65岁以上 或者是你是16岁以上 然后但是你有一些健康疾病的状况 比如说你有糖尿病 那你有一些慢性脂肺肺炎 或者是你有一些心脏相关的疾病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被纳入规范为1B的族群 目前的话Texas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会鼓励大家说 其实你都可以去sign up 比如说我们药局的话 是有开放一个注册的网页 让大家来做注册 那你也可以跟比如说像那种Big Hub 那种City Houston City 去注册 那这样的话会 那目前Texas还是1A和1B而已 1C的话他们是说 根据德州健康局的话 是还没有说什么时候会公布消息 比如说要来针对1C或者是第二阶段 哪些人属于这个范围 他们还没有公布 他们目前还在针对1A1B的建立做事 因为像我们这边的话 你看就3000多人 那我们60岁以上的 就将近大概2000人左右 都还没有失蹈到疫苗 所以其实蛮多 所以德州的话 目前还是在针对1A1B 对那稍后的话 等到可能等到失蹈到一个阶段 他们才会release说 1C是哪一个阶段 甚至他直接跳入到phase 2 好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我们还是 目前只能等待 是的 那你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专业的评估说 觉得我们这些比较 排序比较后面的族群 大概什么时候 可能是春天还是夏天 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种到疫苗呢 好了解 谢谢您提问 那目前的话 就是说针对于这一点的话 President Biden已经说了嘛 他想要在今年夏天以前 让愿意接受疫苗施打的民众 都施打到 因为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 愿意接种疫苗 目前的话 他们就说到40%到50%的民众 愿意接受施打疫苗 所以拜登说希望 President Biden是说 希望可以在夏天以前来完成这样施打 但是我们也不确定 因为现在疫苗的进展是非常的慢的 那因为像现在只有Pfizer跟Madella 这两只厂家在提供疫苗 那好像有些厂家 他们是说他们愿意提供协助来生产疫苗 但是还没有通过 那如果说一旦通过了 我想后面他们就可以加快这个疫苗的生产 那可以让更多民众来接受疫苗的施打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们有其他生产厂家 譬如说Johnson Johnson在上礼拜周末的时候 公布了好消息 就是说他们的Phase 3 Trial 那有好消息 那可能预计在这个月底 有可能会通过美国的这个EUA的这个申请 Emerger City Authorization 那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厂家来提供疫苗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让为更多民众来施打这个疫苗 基本上是这样的 对 那您在第一线您一定有遇到这个民众 询问您 就是这个新冠疫苗 它的这个研制的时间非常的短 一般来讲 以往传统的疫苗大概都要至少十年 那我们这次在一年内就做出来这个MRNA的疫苗 那他们会对于它的安全性 还有这个副作用有相当大的疑虑 您都怎么来向民众来解释呢 是的 那针对于这个新的MRNA疫苗 其实这个技术在199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被提出来了 那只是呢 因为就像大家目前所知道 这个MRNA疫苗它需要Ultra Code 你要零下70度C的东西来做保存 来做运送 所以在以往的话 因为这个运送过程的困难 以及设备的不足 所以一直没有被提到临床来试用 直到了去年 我们不得不做了 因为我们需要更快的去研发这个疫苗 然后一点是这个碰到时间点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技术也都到位了 MRNA疫苗它中间的一些技术 相关的技术都在最近几年一直陆续续的被发展 所以疫苗的技术也到位了 那我们的Transportation运送方式 这个Ultra Code其实也都慢慢到位了 所以在去年这个刚刚碰到这个Cop19 一个时机点 BOOM 那我们就在短短的时间内 我们来研发这个疫苗 完成它的研发 那如果关于这个安全性的话 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的原因是因为说 FDA基本上在审核这个MRNA疫苗的时候 它的标准其实跟其他疫苗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都是需要做过 比如说像Pfizer 它是4万人 比如像Modella 它是3万多人的clinical trial 已经有3万人接种了这个疫苗 或4万人接种了这个疫苗了 那他们在根据他们的临床反应 来评估说 这个疫苗到底安不安全 或者是有没有效 那基本上是以安全为优先 所以针对于疫苗的安全性 我想大家可以还蛮放心的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 针对MRNA这项技术 对 那针对于这个副作用 MRNA的这个疫苗的副作用 大家可能会听到很多 身边的朋友已经使打过了 有些人说 我打的时候好痛 比以前痛 或者是比较容易有这个 头晕 或者是发烧 等等的副作用 那这个其实在 manufacturer他们在公布 这项clinical data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讲出来 因为这个新技术的关系 它是直接 把一段MRNA messenger RNA 打到你的身体 由你自己的身体 来产生这个protein 来让你的身体 产生对抗这个病毒的抗体 所以它的技术 比以往更快 那更直接 所以在身体内的反应 会更大 所以你会感觉到 贯作用的比率 整个拉伸了 那其实它的贯作用 跟以往的 这些疫苗贯作用 都是一样的 以往你打了疫苗的时候 你也会有这些 可能会有发烧 或者可能会有 这个注射部位的痛痛 这些等等的 或者是疲倦 的贯作用 其实都会有 那只是说 因为它这个新技术的关系 所以你会感觉到 听到的比例 比以前更多 我更担心了 但事实上 其实它的贯作用 其实跟以往都差不多的 那有些人会甚至问说 这个我打了这MRN型的疫苗 这个会不会改变 因为我身体的DNA 事实上并不会了 不用担心 那这个东西 它就像我刚刚提到 它是把一段MRN 打到你自己的身体里面 让你自己的身体 来制造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 是你自己身体制造的 那由这个身体之后 会辨认出这个蛋白质 不是属于我自己身体里面 它来产生这个对抗抗体 你打到之后 后面可以针对 这个新冠疫苗病毒的对抗 是的 所以就是说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术 所以它的副作用会比以往的更明显 然后它的研发时间更短 都是因为这个MRN技术 但是这个技术 其实在1990年代 就已经被陆陆续提出 那中间因为运送过程 还有MRN技术还不够成熟 那所以一直到去年的非做不可 大家开始做 因为像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Pfizer还是要用 零下70度式的冰箱来做 那在以往的话 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投资 那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有 那直到现在 他们有新的研发技术 新的运送技巧了 那所以这项疫苗的技术 被得以实现 对 是的 那有新闻指出说 这个莫德纳的疫苗 对我们亚裔的族群 它的保护效力比较好 但是之前在加州又有发生说 这个接种莫德纳疫苗的民众 他因为多人出现这个过敏的反应 所以喊停这样的状况出现 那如果以您专业的看法来看 您会建议我们亚裔民众来 接受这个莫德纳的疫苗吗 其实如果说以医疗人员的角度来看 我会建议大家 不管是莫德纳疫苗 或是卫瑞疫苗 或者是甚至后面的 Johnson Johnson疫苗 这个J&J的 其实J&J可能会效率比较低 目前看到的丁床的结果是这样 它75%相较于 这个Pfizer还有Madella的90% 相较于比较低 但其实你如果把它单独来看 它还是有75%效率 如果今天你的这个药局 它只有提供J&J的这个疫苗 我会建议做施打 因为better than nothing 如果你不打 你就是零 你没有任何的保护力 你打了 你有75% 所以我还是会 个人还是会鼓励大家 如果说你的情况允许 你也愿意做施打 我会建议大家去做施打 因为这个新冠疫苗的 这个疫苗呢 它是为了要帮助大家 来对抗新冠病毒 不只是让你的得到新冠病毒的机会降低 导致你因为病情的那种程度 导致你住院几率降到100% 那就完全降下来 就是你打了J&J之后 你几乎就不会死亡 它基本上现在的资料是这样 所以我还是会鼓励大家 做施打疫苗就是保护你 降低你的这个患病的严重程度 应该这样说啦 对 是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听到非常多新闻 有提到这个变异的病毒 像是英国的南非 还有甚至巴西的 那像现在目前的这些疫苗呢 它对这个变异的病毒 都还有保护力吗 目前的话根据Pfizer 以及Merdel 他们的资料显示 Pfizer在说它有一点效果 那Merdel的话 它目前只有在实验室做出来说 还没有在人体上 只有在实验室做出来说 可能是有效的 但是要效率相较比较低 这是针对于这两支疫苗 但是这两支疫苗 因为是mRNA技术的关系 所以呢其实mRNA技术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随时要改都可以 今天假设南非疫苗 南非这个变种病毒出来了 没有效 他们可以在两三个月内 他们去马上做修改 提出新的疫苗 来发放给民众来做施打 我们可能后面 比如说六个月后 有太多新的疫苗 新的变种变出来了 我们马上做一个boost的疫苗出来 那其实美国的疾病管理局的 Dr. Fauci也说了 其实他们已经在针对于 这个变种病毒 已经在做准备了 所以我相信后面可能如果有需要 他们会为民众来提供 另外一个boost的疫苗 就是说针对于这个变种病毒 我不想帮你打一支新的疫苗进去 让你可以得到更完善的保护 那是针对Johnson & Johnson以及Pfizer 那如果是针对这个新的 上礼拜周末说的Johnson & Johnson 他目前的话是确定 他已经他有clinical trial clinical trial在南非进行 所以他对这次病毒 是有50%的保护力是确定有的 那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新的新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很多人担心说这个疫苗 会对新的变种病毒无效 所以现在观众朋友可以放心了 对对对 那李教授我想请教您 您是打疫苗了吗 我今天早上才打了 到我在那边去打 我的医生实在是很好 我的家庭医生 因为在前几个礼拜 我就听人家讲说要登记 所以我就打电话到这个 Health Department 就是健康卫生局去问他们 说我怎么样可以打到疫苗 他说你登记 我说OK我登记 我来个电话 他说我再打电话给你 后来我们就到佛罗尔尔达了 去旅行了 结果他们说你可以来了打针 我说我可不可以延期 然后他说因为我们是超过75岁 所以他就说你延期的话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会有新的疫苗 就是有新的一批来 所以我说那我就等吧 我不愿意提早回家 所以后来结果我的家庭医生不错 他就有一天他就text给我 他说我们可能会有疫苗 你要不要打 我说当然要打 所以他就很kind的 他今天就给我打了 然后我今天打 然后一个月以后 我是Moderna 您刚刚讲了Moderna的疫苗 所以我今天打了 然后3月1号要打第二针 因为要打两针才有效 然后还要等一阵 3月15号或是20号左右 才真正能够有效 所以那时候我才能够出去旅行 不过我的女儿是学医的方面的 所以他就讲 他说妈你打针了以后 并不是你说你就可以到处玩了 你还是要小心 你还是要减点一点 所以还是要戴着口罩 那么而且还是要等一阵 所以大概他认为我大概一辈子都要戴口罩吧 大概 不过讲到您说中国人是不是打Moderna 是不是比较好还是不好 我可以就是使我想起来 我老公是洋人 所以也许我们两个人可以比较一下 看谁的结果比较好一点 I don'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我们两个人说法都没有什么反应 至于打针痛不痛的话 我像那个李医生刚刚讲的 有人说不痛 有人说痛还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最痛的针是打那个骨头的针 就是Prevlar 那个针是很痛 那这个针我想哎呀很好 不痛 那我可以说不痛 相比较之下的话 是比较不痛 是不是 李医生对不对 我讲的对不对 对 Prevlar 那个Prevlar 那个骨头的 那个骨头针 所以那个很痛 所以so far 我打完针以后 医生给我那个护士说 我需要在那边停留20分钟观察 看我们两个人两老有没有问题 后来时间到 他说那你没问题了 你们可以回家了 所以我然后再签了一个 当然先开头就fill out一个phone 然后就接受他们的治疗 然后最后给我一个卡片 证明我 因为我说我一定要拿这个卡片 以后我要去欧洲看我女儿的话 另外一个女儿的话 我需要也需要有证明 所以基本上 还有一些paperwork 我就要提醒大家 不是随便这样打完就完了 还有一些paperwork 还有个证书 太感谢李教授 今天完全就是为了我们今天 现身手法 这个真的是热门的经验 我亲身经理 今天亲身经理 so far so good 所以您打完 您这个接种的这个部位也都还好 一点都没有感觉 什么都没有感觉 他也没有给我平常打完针 他们会给你贴个小band-aid 对不对 我不知道别人是这样 我好像平常 他这次连band-aid都没有给我贴 我都忘了 我也平常都忘了 所以没问题 也不痛 我很怕痛的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看看我跟我老公 一个洋人一个中国人 看我们的反应怎么样 所以 不过基本上 我能够开放的话 大概是三月中或三月底 才能够 比较能够自由 大概 你刚刚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不要觉得你打完疫苗 好像就 变身 对 不是变身 这个还是会有感染的机会 所以口罩 这些安全距离 清洗手 都也是要做好 要做 所以我女儿说 你别以为你就是invincible 就是没有敌人了 勇往之前 所向无敌了 你还是要小心 所以我说OK 所以大概就这样 不过 我们很幸运 就是我们这一代 居然就打得很快 所以没有像刚刚 女医生讲 在那个得手那么慢 我还没有听到什么人 要等很久的 我知道在福罗里达等很久 我姐姐她们妹妹还schedule 第一个打的话 有2月底 3月底 4月底 你看相不相信 在福罗里达 所以福罗里达 其实是共和党州 应该是比较好的 现在都变成被政治化了 那边的黑人的一个共和党 众议员说 这个红州比较好 蓝州不好 我心想 那你这福罗里达呢 怎么讲 所以感谢神 是啊 我想今天 其实李教授的这个亲身的经历 也是可以给许多观众朋友鼓励 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都还在观望 那今天李教授他也现身说法了 不痛 没事 非常好 还有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今天我们这边很冷 只有30多度 所以我就穿了太空衣一大堆 后来我一想 不对啊 我老公 我说我袖子怎么一层一层的脱了 所以还好 我这个特殊 我可以拉起来 就一直可以拉在上面 就是要提醒大家 你要能够准备拉在上面 而且很快的拉 你不能一 没有地方让你脱衣服 换衣服 但我们医生办公室可以 可是大家都很忙 你不要在那边挡人家时间 尤其公共地方 所以最好准备好 就是你这个手臂要准备好 就挨打 就这样 OK 这是我忘了 差点忘了 不过还可以 观众朋友呢 你符合1A 1B 这个族群的话呢 你们就踊跃的上网登记 那如果有更多详细的这个问题 我可以请教这个美服药局 可以拨打电话 Google一下 就有他们的电话 到美服药局去请教这个旅药师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可以鼓励更多观众朋友呢 可以赶快来接种这个疫苗 那我们最后请这个该君主编 你们要不要为我们补充什么呢 有关这个疫苗的议题 疫苗的议题呢 因为我最近也看到了 就是有一篇文章 专门是说到 这个在施打疫苗的过程中 对于这个70岁以上的 这种老年人所带来的不方便 因为在这个 因为需要他们去上网 需要他们去接收一些信息 那李教授很幸运 有一个这个医生的女儿 可以帮她这个整理资料 可以帮她及时的沟通 但是有很多老人 他们这个反映说 在网上他们是很难去找到 这个相关的资料 因为他们这个使用电脑 也不是很方便 而且在这个疫苗施打的过程中 时间很重要 他们要不能够 miss掉任何的机会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这个信息会发到 他们的手机上面 或者是发到 他们的email上面 他们很容易就 等于说是miss掉这个机会 所以说他们一直在呼吁说 有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 能为他们来做一些相关的服务 当然了这个是就是说 因为我们目前还是在 给第一线的人 还有这个年长居民 来施打这个疫苗 所以说这也是个需要 这个社会重视的一个地方 还有我可别补充一下 我可别补充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悲观一点 就是比较听话 像我打疫苗回来的路上 就收到一个餐馆的老板的电话 他们餐馆现在很差 很差情况非常差 他就问我他打疫苗的事情 后来我就长话短说 我就帮他打电话 给我的家庭医生 刚好也是他的家庭医生 可他不会讲英文 不太会讲英文 所以我的家庭医生就说 他住在这附近的话 没问题 我们有空缺的话 就打电话给他 叫他们喊来 所以you never know 我的意思就是 you never know 有的时候忽然有opening的话 你还是要 就是说坚忍不拔 继续的努力去尝试 那当然他没有75岁 也没有 就是他很年轻 不过就是说 我的医生就说 如果有人空缺的话 我们就临时叫他来不上去 我想刚刚盖军主编 这边也是提到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的确是现在也有这样的现象 尤其像是这个哈里斯县 哈里斯康廷 他们最近 在上周吧 发布了一个这个网站 Ready Harris 那上面有非常多 就是请民众上网去登记 他们要这个施打疫苗的资讯 那其实这个对老人家而言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资讯 那又要填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我想 这个长辈们可能真的是 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想像美服药局 在这个过程中 就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所以 吕药师这边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对长辈们 有什么样子一个特别的服务 是的 那就是说关于这点的话 针对于在大修士顿地区 的这个民众 如果说家里有长辈 他们不会上网 不会用手机 没有关系 那他们有几个方法 一个是说他们可以到 这个中华文化中心 CCC索取这个表格 或者是他们可以拨打到 直接拨打我们电话 一个疫苗专线 832-949-9460 这个专线来报名我们的疫苗 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或者是他们如果要的话 也可以亲自到我们美服药局 在精英广场那边有一个注点 就是说可以为大家提供帮忙 协助填写疫苗的这个注册活动都可以 看他们要打电话 或者是到CCC去拿这个报名表格 那CC也会协助带填 那都可以 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注册网站 中文的 那是给一般的民众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开放给 不管你有没有保险 那或者是不管你有没有身份 那基本上 这是所有的年龄 大家都可以去填写的 这个purebright.com p-i-l-l-b-r-i-g-h-t purebright.com 大家可以到这个网站上 这是我们药局的这个网站上面 都可以做填写的动作 那这些都是可以提供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 你如果不方便打电话 不方便上网的话 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或者是到我们的 民众药局的这个地方去用 或者是说 你也可以到CCC去填写 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到时候 我们都会一并的为大家服务 那一旦我们收到疫苗之后 我们会根据你的年龄 然后以及这个CDC 德州健康局的这个 vaccine的这个guidline 来通知大家说 我们有疫苗了 那欢迎来做施打这样式的 但是可能要请大家耐心稍候 因为目前的话 我们还是没有收到疫苗 这个是比较需要让大家知道的 对 好的 我想今天的讯息真的很宝贵 随着这个疫情的持续攀升 还有这个变种病毒的来势汹汹 有越来越多的 原本采取这个观望态度的观众朋友 像我一样 我本来是非常的保守 会慢慢的改变想法 提高接种疫苗的意愿 那疫苗的制造 配送及执行呢 我想呢 未来也会越来越上轨道的 美男新闻会持续来关注这个议题 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最新的动态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美男时事通 感谢您今天收看 也谢谢所有来宾今天的参与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下次再会